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累的眼睛又残暴 漫长的冷冻 你是个火种 我只想做你心中的英雄 比天更高 我飞上云霄 希望就在前方 闪出万丈的光芒 比天更高 在世界指点微笑 你给了我足够勇气 占越风雨 坚强飞行 让我无限 接近理想的繁星 我哭 我笑 我飞 三哥 你想多了 不是我想多了 老五 有的时候 你脑子聪明 可是 你三哥 我也不笨 两位二哥 宫里给五二哥请的假是三个时辰 两位二哥有想逛的 赶紧逛 到时候还得回宫里准时消假呢 怎么着 这才刚出来就往回绑人啊 三哥 咱们赶紧逛 逛完了回去消假 哎 你说的那个馄饨侯家在哪呢 哎 你说这混蛋啊 平常他就在这儿啊 怎么爷今天专门来找他了 他都挪地方了 走 咱们那边找找去 走 咱们那边 不再玩 走 走 走 你啊 要elnmoder 火址了 老五 老五 喝呀 老五 我跟你说啊 我还是真喜欢吃这儿的馄饨 可是啊 我是鼎樊这庙会的人 你看 这人山人海的 这多一半 还是那些干苦工的苦哈哈 我不是怕见苦哈哈的脸 我就是怕闻的苦哈哈的味儿 老五我跟你说 是不是苦哈哈 只要他打你后边一过 你准能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哟 那一股子酸臭味儿啊 三哥 那你为什么还来吃馄饨呢 不是说苦哈哈才吃那东西吗 哼 老五 你这问题问的好 那苦哈哈拉屎 我也得拉屎嘛 哼 老五 你去哪儿啊 我看这庙会热闹 我到处看看 来了 能在这头白毛汉跑的 准是这家了 没错 这个人多 前几后庸的 这个乱 给您 老五 尝尝 爷 这 这 喜珠子 王八蛋子你给我过来 嗯 喜珠子 你就这么糊弄差事啊 我问你 这是什么呀 馄饨啊 你 你 你混蛋东西 我还不知道这是馄饨啊 我要的是馄饨猴的那个馄饨 我问了 是馄饨猴的那个馄饨啊 长胡子了吗 胡子 没有啊 得 白忙了 我告诉你 这侯家的馄饨一共有两家 一家是长了胡子的 一家是没长胡子的 这没长胡子家的馄饨啊 那不是有虾游对的 三哥 算 我不是非吃这玩意不可 诶 那哪成啊 算 咱们出来有一阵子 回去消价吧 老五 你这么着急回去干嘛 现在书房里就剩你和我 还有那个屁事不懂的小屁孩 咱们读不读这个书 这天下不都是你哥哥我的 啊 啊 当然 也是你的 反正我是不吃了 咱们回去吧 回宫 来来来 收拾一下 咱们回宫了啊 三哥 咱甭按着原路回去 顺着南面走吧 唉 老五啊 我不吃这馄饨 我上这儿干嘛来了我 唉 你看看我这东西很不错的 你看 你看看这个啊 小姐您看看这个啊 东儿 你逛庙会不能就盯着针线摊啊 这庙会啊可还有别的逛的呢 阿玛 您就合格去逛吧 这除了针线啊 我也看不出这庙会有什么好的 再过一阵子就要入夏了 夏天的衣服有的该缝有的该做了 这针线要由夏人选啊 我老是觉得他们不是线不结实 要不就是花色不全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个操心当家的命 也好 阿玛就陪你挑完了再走 其实啊 挑着针线担子到门口的有什么不好啊 阿玛 这针线上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阿玛 咱们别着急 等妹妹挑完了 她挑完了 咱们一起去吃那红豆猴去 好啊 来 您看 怎么样小姐 您看还有这样的颜色 看看 还有这个 你小子总算让我逮着你吧 怎么着 怎么才出来啊 爷 您早来了 嘿 别提了 我娘们的老娘发杀症了 叫大夫去了 她病了你就不出摊了啊 爷 那我不是在找辆车把她推去吗 怎么着爷 行了 你今天出晚了 你就认罚吧 爷 我这可是小本买卖 您还罚我 好了 你今儿的摊子也甭知了 爷 我今儿包园了 收拾一件东西 收拾一件东西 跟我到前面那个富泰茶馆雅座 担给我那兄弟 对 给他坐下 老五 走了 哎 怎么着 这混沌侯家不是寻常都在这儿吗 怎么不见了 阿玛 您光想着自个儿 您怎么就不想想妹妹 咱们这回出来 可是陪着她来逛庙会开心的 哥 你从来只会说漂亮话 哪回逛庙会不是你们吃啊喝啊的 我只买家用针线 还没等逛完 你们就脚疼腰疼了 妹妹 这可是你不对啊 你看人家女子 就说逛庙会吧 花草的不说 先买胭脂再买粉 买了布料买叉袋 咱们家怎么就生出你 这么个无趣的披子 我无趣 我有去了 我倒看你吃什么喝什么 用什么带什么 这一家老小上下的操办 不全都在我身上 是啊 这就糟糕之极 极其糟糕啊 难道我真的出力不讨好 我哪天做错了 先不说别的 和府上下 有人说我不好吗 就是和府上下都说你好 还糟糕啊 你想想 等哪天你嫁人了 我们上哪去寻你这么个妹妹 你嫁人 还不打个过碗朝天啊 就你长着嘴会说话 我嫁谁啊 谁又会要我 蝴蝶花满天飞 我这么多材料 谁会要我 没规矩 人来人往的地方 一个女子 一个哥哥 什么嫁人不嫁人的 不怕丢脸 这边还挺热呢 看 看 怎么了 三阿哥 五阿哥 此处人流品杂 吴蝶行李 慢吃礼啊 你小子不在宫里好好当差 跑这玩来了 三爷 您老今儿怎么跑这儿呢 还不是为了陪老五啊 你说这么会儿的价多难请啊 还非得跟着一帮人来 傅家大姑也来了 奴婢见过五阿哥 大姑何必客气 年节上送了些关外的鹿肉 大姑看着可好 封珠子 五阿哥不必这么称呼 大姑是家里人乱叫的 五阿哥人品尊贵 奴婢承担不起 那我倒为难了 奴婢确实让五阿哥为难了 那奴婢就先告退 阿玛 哥 你们先伺候这两位 我先到那边针线摊上看看 请问二位阿哥 对了 咱们可以一起吃馄饨 好吧 对啊 叫上大姑一起去 真是好极了 好极了 只是 冬儿哪去了 迟离 快去找找 是 走吧 走了 好好好 迟离 你快点 哎 包园了 明儿再来吃吧 您看看 看看 附上一切可好 陈五阿哥的问 都好 哎 您是前辈 何必如此 坐坐坐坐 大姑进来都在做些什么 她一个女流 也就是针线家居而已 好 那她 那她 阿玛 妹妹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我这一圈都转变了 也没见个眼 这孩子 必定是怕打扰我们和两位阿哥说话 自己先回去了 三哥 咱们回吧 哎 别去啊 我这才吃了两碗呢 孙长 仗再下会了 二位阿哥 请吧 再给我端上一碗 这 东二 妹妹 那位爷走了 走了 五两银子没了 两碗馄饨非要包云 阿玛 明年的庙会也不必来了 明年要是来庙会 我怕再碰见这两位 这吴阿哥 阿玛 走吧 这吴阿哥 阿玛 这吴阿哥在宫里见到我 必问一次妹妹现在如何如何 好了不要说了 害得我连真心也买不成 我兴致没了 也不必逛了 哎 真热闹啊 行了老五 傅茶家的这个闺女啊 我看轮不到你 再说了 无论怎么着 老四还没娶 你还想爬过佛头去啊 三哥 我就不明白了我 哎 你不明白我明白啊 傅茶家的大小姐谁都知道 是留给老四当皇后的 我看你啊 你就想想别人吧 我不服气 哎 你也别急 这老四在外头 待个一年半早的啊 这好啊 华阿玛兴许就把她给忘了 到时候 那还不是你的 哎 要我说啊 这傅茶家的大小姐也没那么好吧 你看她那老担劲啊 我还就吃这口 一点也不疯意 看着就是个大家子出来的 这种女子 不多见了 行了老五 别看了 再看留神弄成歪脖 咱咱 米哲在哪 快给我 哎 万岁爷 是都市口来的 是万岁爷 您不是吩咐了吗 都市口来的 不许多晚都盛上来 盛上来 哎 哎 万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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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人家鞋子 来 来 快快快 披上 快点快点 来 我给您穿上 万岁爷船 哎 万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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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绿宝 万岁爷 很酷 啊 老是 说一声就说 这谁都知道 东人是给 可是四哥已经去了都市口了 他还 难道他不回来 儿子就不能成家了吗 儿子已经长大了 也该成个家了 这倒也是啊 那我明儿啊 万岁爷 万岁爷 你慢着点 万岁爷 万岁爷 你慢着点 万岁爷来了 儿子给花马请安 免了免了 云碧会办事 他本来去查 哈哈朱子欧辱贝勒那件事 怎么知道 他把那女贼的出处 给查出来了 真的 其实啊 朕也不相信 老四是主谋 可是既然那女贼是那么供的 那他当然就 现在全都没事了 要是查实了允碧说的 那老四就可以回来了 太好了 我早就说了 老四仁义 断然不会干那种事 是啊 朕这一下子 可就全明白了 朕的儿子想杀朕 笑话 老五啊 高兴吧 你四哥快回来了 妈妈 这些天四哥的事没丑死儿子 现在四哥没事了 儿子当然高兴了 这可是太好了 怪不得今天书房的喜鹊 一个劲地叫呢 儿子简直高兴到极点了 那是得高兴 朕这一阵子 食语不振 可这消息一来啊 朕就简直觉得 像是一个月没吃东西了 你这儿有什么可用的吗 臣妾叫御膳房 赶快预备上来 好 老五啊 也在这儿 陪朕吃点东西 是 花嘛 五二哥 这么晚了 您喊到书房来 书房都没人了 下去 这 你这儿 对 你要 你这儿 不错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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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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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嘛 这是干嘛 啊 我气 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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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头肉 你可来了 咱们早说好了的 甭一十五三十咱们才能同几 剩下的时候啊 要好好歇着好上书房啊 我上书房 我上书房纯粹是受罪啊我 那么没出息 没办法 龙生九子各个不同 我连老五都比不过 今天又和老五光明会了 是啊 哎 这老五 他早就看上人家傅茶家的墩儿了 他真是迷上他了 哎 老五可怜 可算看上一个吧 还被老四挡在前面 都说到这儿了 我还真想问问 老四怎么样了 嗨 还在都市口呢 老四可真是冤啊 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怎么会 怎么着 心疼老四了 有话里有话啊 心疼怎么了 嫂子心疼小叔子 天经地义 你 哎 哎 你哪儿去啊 你赶紧歇了吧 上书房 别老念头磕脑的啊 哼 心疼老四 怎么着 恨自己没嫁给老四 当不成皇后了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睡了 我瞎说的 天下的女子怕少有不乐意嫁给老四的吧 你还说 可是啊 我既然嫁了你 我就一心对你 老四 是我的小叔子 我关心小叔子 这都没错吧 你能不提老四了吗 别再提了 怎么着 又没中啊 三二哥 您这箭还好 没放空 可是也不算中吧 跟您说 这射箭 看起来是眼法 手法 身法 可是宁神静气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 老五 老五 怎么着三哥 来来来 你也来一件 行 中了 五二哥这箭不错 五二哥倒是能宁神静气了 可是 身法上有些摇动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到底哪个好啊 原来四二哥的箭法 其实最好 累了 不练了 累了 不练了 师父 您看我的手法 眼法身法 像不像四哥 嗯 哼哼 怎么着王爷 还不歇歇啊 歇也是那么多路 不歇也是那么多路 你就好好走吧 你这么急干嘛 干嘛 我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被你害到了都市口 我当然急着回去替他解冤了 没错 我虽然认识四阿哥时间不长 可也算是个知心朋友了 就他 我乐意 诚情之志 无必谢 那就请你再快一点 鱼 鱼 老刀 你还真奇怪 刚才还说跟他是好朋友 你这一路上也尽说他的好话了 怎么我让你走快点 你都不走了 四阿哥是我的朋友 可却刺杀那贼皇帝 你说什么 贼皇帝 刺杀贼皇帝的 也是我的朋友 而且我一小把他买来 就一直骗他说 他是八王爷的女儿 老刀 你有贼心 也有贼质 王爷夸奖了 你也知道 我心里多对不起他 我不能再对不起他了 我告诉你 我可以救一个朋友 可我不能同时又害另外一个朋友 你怎么会害他呢 我当然会害他 如果我不去 贼皇帝结不了案 他死不了 我去了 贼皇帝结了案 他就非死不可 你不用不说话 我全懂 所以 你得立个毒室 你得保证他死不了 这个 我可保不了 你保不了 那好 那好 你保不了 我就回去了 你敢 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现在不敢把我怎么样 客官 您慢走 好嘞 客官 快走 来 您喝点 好 来 喝 到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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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喝 你们折辱尚书房的师傅 你们打大包听 老爷 田老爷 您就让我们吃个踏实饭吧 您嚷什么嚷 我们也是奉王爷的命 把您送回京城去 您急什么呀 我回京城有要事 你们要是耽误了 有声皇上回头怪罪下来 有你们罪受 来 喝酒 来 听见没有 喝 来 吃着 快点 来 喝 怎么着 不放心啊 怕你跑了 你刚才那些话 可让我起了疑心了 没用 你就是四马船蹄 把我全身都拴起来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到时候 我来个一问三不知 你还是救不了你的朋友 行了 别费劲了 大不了我一口咬断自己的舌头 不就全齐了 傻了吧 我说老道 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跟你说了一路了 我一条命 就撒个我乐意 肯定得答应救亲儿 我死可以 我一条命换两个人的命 那才行 可达 是 小室 可辞 何声 云 田买买 我答应 你立个试 我发誓 你跪下 用你祖宗发誓 我发誓 祖宗在上 允毕答应一清老道 就他朋友一条性命 如果到时候食言 情愿 天打雷劈 老道 我已经发了誓了 明天可以启程了吧 老道 我已经发了誓了 继续 空 能够 温柳 空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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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拆的 三拆的 怎么了 怎么了 爷爷 田师傅晕了 田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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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怎么了 不知道 这要出事啊 我没法交差了 快去找大夫 快快快 我说田师傅 您好好的 我这没法交差了 田师傅 您可不能死 田师傅 我 田师傅 你站住 站住 田师傅 你站住 站住 田师傅 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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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雲碧啊 你可来了 皇上 免礼 怎么样 犯人是谁 回皇上 臣这一回算是没白跑 臣不但查清 所谓斯阿哥纵容奴才 殴打辱骂贝勒 是贝勒挑衅在先 而且臣还找到了 刺杀皇上的主谋 是个什么人 是巴 是老八家 从前的下人 果然是他家里的人 皇上之前已经想到了 除了他和他的那些狗奴才 谁会这么恨朕 幸好他受了老天的明珠 自己死了 可见报应不爽 他现在 人压在哪里 回皇上 此人事关重大 臣不敢交给法曹 就由臣自己做主 先压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你带朕 现在过去 皇上 臣想 朕非亲口问他不可 皇上驾到 贵营 是个老道 八 老八府里 大多做了老道和尚 老道 朕问你贼皇帝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叫你贼皇帝 你世兄徒弟 逼母 你亲手不如 猪狗都比你强 而且你偷了天下 你还有脸坐在这宝座上 狗贼 你竟敢如此猖狂 我是自己来送死的 你还不让我猖狂一下 你 你还嘴硬 我不是嘴硬 你 可以问这位小王爷 我跟四阿哥是好朋友 我就看着他好 我想为大清国留下一个好皇帝 这才舍了我这条命 你说什么 狗贼 你再胡说看我不以刀杀了你 允弼 你让他说完 贼皇帝 贼皇帝 你不必多问了 你说四阿哥是你的朋友 我以前并不认识他 这次在独氏口才发现 他是一个有情有义 知对知错的人 贼皇帝 老天爷真不长眼啊 让他这么一个好孩子 我已想要她 图生在你这个贼爹身上 贼皇帝 想杀你的是我 跟四阿哥毫无干系 老道 你光顾着嘴上痛快了 我刚把四阿哥捞上岸 你又把他推下去了 我 好 怎么了 老弟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 老弟 咱们心里都明白 从前 四阿哥是楚魏的不二之旋 也就是铁定的太子 可是 自打出了那件事 我看着他 可就有点悬了 你想说什么 咱们说脆快的吧 这一回你觉得 四阿哥救的回来 救不回来 救的回来 这将来就是大功一件了 能 四阿哥必定能回来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那我就听你的了 那最好 回头 回头四阿哥那儿 你可别忘了 把这事给我记住了 哥 你倒真是脆快的 现成的货 现兑成银子 小姑娘 你说说你 你模样也不差 找个寻常人家嫁了 一辈子过个安稳日子 有什么不好 我才不嫁寻常人家 我是八王爷的女儿 行了 你就是皇上的格格 我都管不着 你也不想想 王爷家的人 一落草 就登记入册 哪有你这样的 到了十来岁 才转到老道那儿 说你是王爷的女儿 这可能吗 跟你我说不着这么多 卑职参见王爷 出去 是 小青姑娘 怡青来看你来了 道爷来了 在哪儿 带怡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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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句都会落寞 谁在乎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何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铭心刻骨 要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何地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蓝烛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 因不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若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铭心刻骨 又何必铭心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由我沿着季节哭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在你被泪中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术 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